第1025集 所以夜晨只是淡淡地说道 我说过我的目标是尽头 我就要做到 980米 此时的夜晨几乎已经成了一个血人 我好像走不动了 逍遥神军沉默片刻开口道 我本应该劝你停下 可是我知道你不会听的 你想继续走下去 也不是没有办法 我可以帮你 依靠逍遥神军的力量 使用寒冰剑绝 时空剑绝 金煞图神斩 即使生仙大道压制的再厉害 也能瞬间跨进一大段距离 只是这么做 逍遥神军也不敢保证会不会消散 但是逍遥神军心中 是真的喜欢夜晨这小子 一路走来 他在夜晨身上 看见了自己当年的影子 否则以他的性格 如果夜晨不能让自己满意 他甚至都不会搭理这小子 所以他愿意帮夜晨 帮他走到生仙大道的尽头 帮他树立坚定的道心 可是夜晨却摇了摇头道 不行 我要靠自己的力量前进 他不想因为自己的目标 就让逍遥神军消散 同时他也想证明 凭自己可以 他可是轮回血脉 就算没有彻底觉醒 轮回二字足以让世人仰望 你这小子真是够倔强的 逍遥神军苦笑道 笑声中却有欣慰 夜晨不语 寒冰见诀 时空见诀 金煞一刀斩 接连斩出 一边勉强前进 不过 以他的浑厚真气 也快要无以为继了 夜晨发现 他掌握的一切武技 在这里显得渺小 唯有金煞一刀斩有些特殊 可能是因为蕴含着 更金 以及那远古凶兽精血的 狂暴力量 在这两道力量前 这生仙大道又算得了什么 逍遥神军显然也察觉出了什么 却突然道 小子 其实你能融合出那刀法 足以见得你的悟性之高 如果你能借着这生仙大道 将这招武技 打磨得更加精致 未必不能一举突破 走到尽头 当然 我也会从旁指点 但是武技打磨这种事 主要的 还是看你自己的体悟 如果不能抓住感觉 说的再多都是废话 夜晨文言眼睛一亮 有方向就好办 可此时留给他的时间 却不多了 生仙大道上 每个人能够停留的时间 是有限制的 而台下已经恢复原身的玲珑城 看上夜晨的目光极为复杂 从他出生起 他就是他们家族的希望 所以他不论做什么都要成为第一 他要让所有人知道 北明圣族人口虽少 但是绝不可以轻视 更不可以侮辱 他要将各族的天才 远远甩在身后 可是自己这么快就败了 还是败在一个境界不如自己的神王境巅峰舞者手上 虽然赵灵霄龙玄受到的打击都很大 但要说最受打击的还是玲珑城 他突然开始怀疑自己 真的能带领家族强大起来吗 自己真的配得上族人们的信任吗 他本来是瞧不起夜晨的 没有把他当成对手 夜晨的狂言 夜晨一开始的表现 夜晨的境界 让玲珑城都没把他放在眼里 可是就是这么一个人胜过了自己 高傲的玲珑城混乱了 迷茫了 原来他的自信 他的骄傲 如此不堪一击 夜晨此时终于停了下来 他的身体鲜血一直在流淌 所剩的时间也不多了 他的头顶出现了一个沙漏光影 当沙漏中的金沙全部漏下 他就会被强制传送出去 可他还是停下了 闭上了双眼 什么都不做 什么都不想 只是为了自己静下来 所有的观众都以为夜晨要放弃了 也准备好为夜晨所创造的神迹而欢呼了 但是却迟迟不见夜晨被传送离开 难道夜晨还有底牌 就在这时 夜晨睁开了眼 眼中只有平静 狂暴的血气和魔气覆盖全身 笼罩一切 这一刻的夜晨宛如来自九幽地狱的魔神 哪怕恶魔之眼沉睡了 他身上的气息也极其恐怖 从华夏再到昆仑须 再到灵武大陆 这一路上只有夜晨知道他的艰辛 稍有不慎 必然陨落 他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他挥刀了 这一刀威力却比之前的刀翼小得多 之前夜晨每一刀斩出 生仙大道上的金光都会闪烁 可这一刀却没有掀起一丝波澜 观众们叹了口气 夜晨 到极限了 但是夜晨就这么挥着刀 换着不同的方式挥刀 有时候刀势凌厉一些 有时候又弱得可怕 高空中的一众强者 也面带疑惑 不知道夜晨是在干嘛 无极死突然目光一闪 有些不敢相信地说道 这夜晨不会是在参悟武技吧 啊 薛黄摇了摇头 生仙大道上 是多么可怕的神念冲击啊 现在参悟武技不是找死吗 欧阳爵皱着眉 好像真的是在参悟武技 这小子好像有什么手段抵抗精神攻击 众人文言都是面线金融 这还世人吗 一般的天才可能到了这个位置 光是精神压力就能让他们发疯 走火入魔 你还在这里参悟武技 不 一个甜美的女生想起是紫宁 她不是在参悟武技 那她是在干嘛 有人问道 她 紫宁的呼吸有了一丝起伏 在改进武技 磨练武技 凝聚意境 什么 在神王境 就要凝聚意境 这可是很多合道境武者 都无法做到的 要知道 意境若现 其实已经沾到了法则的边了 若能凝聚意境 即使修为上没有变化 修行者的战力 也会有一个极大的升华 借着这生仙大道的冲击 打磨神念 领悟刀魂 斩破一些纷乱 就算同事过九百米的天才 如玲珑城 龙玄等人 这么做 也是极端危险的 稍有不慎 引起反噬 轻则走火入魔 变成白痴 更重的 可能直接魂飞魄散呢 这叶辰难道是疯子吗 难道真的 一点都不怕死吗 就算这样 也要达到自己的目标吗 震撼 即使是这些强者 也被叶辰的魄力震撼了 随着叶辰一刀刀斩出 他本来寂静的眼眸中 渐渐有了变化 他的眼睛亮了 仿佛一柄出鞘的宝刀 寒光耀眼 而沙漏的金沙 也已经不足十分之一了 一股灵力道意冲天而起 瞬间席卷了整个大笔会场 众人都只觉心中意寒 仿佛被一柄利刃 架在了脖子上 好恐怖 真的好恐怖 这才是真正的刀意 仅仅是意念 就让自己感到了生命的威胁 而叶辰 缓缓抬手 看似朴实无法的一刀斩出 一声清响 声如裂紧 仿佛无形中 有什么阻碍被一刀两断 紧接着 众人眼睛睁大 瞳孔收缩 只见一道金色刀器 仿佛连天接地的龙卷一般 呼啸而出 横扫一切 刀势如龙 而叶辰的身形 随着这刀意摇摆 竟然仿佛与这惊天刀势 与手中斩出的一刀刀 融为一体一般 随着刀势往前方逼去 太惊艳了 这一刀放在叶辰这个年龄 足以骄傲 那些高空中的强者 无一不是出身大势力 这些人一生中 见过无数精彩厌绝的天才人物 可是 能够在叶辰这个年龄 修得如此意境者 少之又少 而且 他们记得清清楚楚 叶辰之前的刀法 虽然无比伶俐 但是 却也没有在他们心中 惊起太大波澜 因为叶辰出手 还是显得颇为粗糙的 可是现在的叶辰 却能将刀意练到如此地步 可以说 唯有半步造化先尊 才能如此施展呢 若不是亲眼所见 他们肯定不能相信 这种进步骇人听闻 虽然理论上有可能 但是 若真是有人做到 就近乎神迹了 他们现在 就见证了一个神迹的诞生 一个武道上 修行上的神迹 叶辰 不论放在什么时代 都是当之无愧的天才 仅仅这悟性 就足以笑傲古今 一刀势壁 叶辰人已经突破了 990米 他的面色无比苍白 不仅是肉体上 精神上也是极大的消耗 但是叶辰嘴角却带着笑容 眼中燃烧着疯狂 叶小子 你的身体 只能再斩出一刀了 如果这一刀 你不能成功到达尽头 我会死 叶辰淡淡的 他的浑身都在颤抖 若不是周身 还有魔器和刀器守护 现在他已经被压垮了 他虽然全身都在颤抖 拿刀的那只手却很稳 稳到没有一丝一毫的动摇 就像他的目光一般 他深吸一口气 这一刀要比刚才那一刀更强 否则他会失败 他的脑海中 将自己出手的过程 回忆了一遍 调整其中的不足之处 逍遥神军 如果我成功走到尽头 会发生什么 这个 逍遥神军的语气 也有些不敢肯定 一般而言 第一个到达尽头之人 会为这上古之宝的制造者 给予一份大奖 至少能瞬间治愈你的身体和神魂 但是 我也不敢肯定啊 亦或者 有可能是呢 轮回玄碑 有观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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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宝烈